各位早安,来到11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听今天的ET开市直击,我是Irene和阿姨,今早有钟微整软研究的执行董事王伟豪Rafi,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Rafi,早安,Irene,美国见到加息预期降温了,美债息都继续急回,你很喜欢环球股市的道指昨晚急升超过500点,行资期升162点, 稍后Rafi和我们分析市况有否逆转,是否乐观点呢? 带着什么个别股票而难,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电话是96133819,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说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现在先看看隔晚外围表现 投资制压住联储局紧缩货币政策已经接近尾声,美汇指数和美债息都回落,美股星期四显著做好, 导致高开183点之后,升幅最多扩大到578点,收市升564点,报33839点,是6月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标指连升四日,收市升79点,报4317点,纳指升232点,报13294点, 美债息继续大幅回落,美国十年期债息曾经跌至4.62来的水平,美汇指数曾经下挫1%,一度失手106关,欧元曾经升近1%,日元曾经升穿150对1美元,欧洲三大股市都升超过1% 那边的焦点美股,Tesla 弹高超过6%,苹果收市后公布业绩,股价升2% NVIDIA 抽升超过2%,Google 亚马逊升不较1% 而高通和PayPal 柜绩好过预期,股价升超过5%至6% 星当刻上季同店销售员好过预期,股价急升超过9% 看看早点钟概股和ADR的表现,腾讯阿里比本港收市升大约1% 腾讯只宣布291.69,美团和网易升1.5%,京东和百度升1.6%,京东重上红底 而汇丰控股ADR只宣布57.93,比本港收市价升1.6%,友邦升0.8% 车股继续做好比亚迪升1.6%,蔚来比港股升近5% 看看今早上外围市况,最新的情况 导致期货轻轻回转一点,33903点跌11点 纳指期货也跌回来 看看亚太区股市,普遍向好,其中日本市升1% 疫情平均指数31,949点,升348点 南韩市升幅0.5%左右,澳洲升1% 新西兰股市升0.7%左右 至于恒指黑期,南韩港股振加 应该有机会高开,南韩克期升2.2% 我和Rabby谈谈谈外围市况 大家知道联储局议职之后 似乎大家好像松一口气 虽然结果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念 但见到美债息,这两天终于继续大幅回落 美汇也回转了 究竟美股是一个短线的反弹 还是过去那三个月的调整 其实也完成了呢? 是否时候重新部署美股呢? 我觉得如果说是美股的看法 短期可能有机会再弹一下 但是这个所谓的弹 就未必是像过去 大家经常觉得美股一定长升长有 或者继续大升再破顶那种 我想未主要是强回到这样 先说为何觉得短期有得弹 我想一来因为正如你所说 过去那三个月 其实调的幅度也很多 由八月初开始高位计 其实三个指数 其实由高位到近日的低位 都会调一成一成多一点的水平 那变相也进入了一些所谓的调整区 所以你说很多时候也是 一到调整区不是马上再弹下去 可能会有一些反弹线 那这个第一点是有一个反弹的条件 而二来呢? 刚好最近美联储已死也好 那个结果见得到 就对于那个... 其实各位都说的 已经不是讨论是否再加不加息 其实应该就见到顶了 应该不加的 因为其实你看会前会后也好 其实现在对于12月份加息的预期 都没有太大变化 都是得不够两成的 其实现在都是得 借近一成九左右 那反而真的看... 就是... 都是那个之后 例如下年 那个减息的预期 或者是所谓 浪在高息的时间多久 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我觉得有少少 就是大家对于 原息之后来计 这方面的看法就乐观了少少 那所以像你说的 债息就下了一点 那再加上当然 其实日前除了美联储市之外 刚好财政部份也在说下个星期 那个发财规模 那其实都比较少 那这个也对于债息 是有点扯回来的一个情况 那你可以说几样东西加上 另用债息是下落 那债息一下落 而刚好美股也先调整了 那所以就可能两者 刚好的时间点 是同一时间出现 那如果你说这一刻来说 就是美股反弹绝有这个条件 那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看 那还有也一样 就是其实过去提过一点 就是当环球股少下落的话 下到这样 其实大家没什么选 都是选到美股身上 那就是我想 几样东西叫配合 那你说令到美股 短期但一点 我觉得真的不奇怪 那但是怎么刚才都说 就是未必会迎来一个大声 或者是再破底下格局 始终我想 除了我刚才说 这些比较短期性因素之外 就是后市来说 要留意的因素都还是偏多的 一来究竟债息是否继续下落呢 这个是随时都会改变的 就是始终刚才都说 就是现在在炒 就是夏令那个 所谓可能比较夹的看法 那但是 就是你说最终减多少次息 其实你见到可以 在这方面来说 其实它不是太夹的 是还没谈的 是其实还没谈的 甚至乎其实 其实都是看数据做人 那这个就很大变数 那其实大家在猜中 夏令他真的减 可能最快都去到六月份的事 那说真的 现在它是六月份 还有半年有多的时间 随时变都可以的 就是推迟推后都可以的 那所以就这个 我想继续看 这是第一点 而以来 始终我觉得最主要一点 就是美股那个股值 就是虽然你说 现在调下来之后 你看S&P也好 几个指数也好 现在对比过去五年 十年均值不算贵 那但是问题就是 之后的那个预期 因为如果你看过去这段时间 业细期来说 虽然大家都觉得 现在整八成多标志的 成分股是好过预期的 对的 但是问题 往往都是跟预期比较的 但如果你比起它 过去几个季度 譬如第二季第一季 其实按贵是在下跌下来的 就是在下跌下来的 所以第四季 其实也还有机会 是再有一个 向下调的一个情况 所以变成往后来说 股值是否还有一个 修正的空间 其实这个也还有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就 未必说会大跌 但是你说 是不是这么容易 一旦回一两天 等于又再迫顶先 我觉得就不至于是 所以我想 可能短线反弹 机会比较好的一些 可能我们都不要那么充 是吗 听你这么说 也要留意另外一个重磅的消息 就是收市之后的大股 就是苹果公布了业绩 那我们怎么都要讲一讲 就是第四财季的业绩来的 对于苹果来说 纯利就是229亿5千万美元 正是一乘一 每股盈利1.46美元 就比预期好 收入超过894亿美元 按年跌了1% 连续四个季度的营收 是同比下滑 就是22年来首次有这样的情况 虽然iPhone的收入 创造了第四财季最高 服务收入增长都强劲 不过其他硬件销售的收入就回落了 苹果就没有提供到盈利指引 不过管理层也有提到 预期10月至12月的季度收入 就跟去年同期差不多了 华尔嘉的分析就认为 包含年尾最重磅折日这个旧日期 预期的收入都只是增长 百分之五只代表指引就不好 所以透露到本口 其实苹果股价跌了百分之三 怎么看今次苹果这份业绩 以至下股价的走势呢 其实如果你说这份业绩 就是刚刚这一季的表现来计 就是只说业绩其实是不差的 因为如你所说 收入894亿美金 虽然往年是有轻微的跌幅 但是比起原本市场股 892亿也是要多一点的 这个看面数也是比于其理想 还有你看到纯利有229亿 大概升一乘一的话 最主要一楼收入没什么点增 反而轻微跌 但是纯利有一个增长 很明显反显成本控制那边是OK的 因为今次期内的成本 其实按年是跌了6% 所以也令到纯利有一个增长 之余如果你计算每股盈利 因为美国那边很喜欢看 每股盈利的比较 其实它是比原本市场股 1.39美金后来之高 因为今次是1.46 所以你见收入或者每股盈利 其实两条数都是比于其好的 其实在看苹果 其中一个指标也是看毛利率 其实今次是45.2 比原本市场股44.5% 都是高的 所以其实坦白说 如果你说刚刚这份业绩 无论top line bottom line 和毛利率 都是比预期好 但是你看到盘后 即是因为收市后才出 盘后股价跌 我想最主要就是和你说 大家对于之后的看法 因为毕竟坦白说 一来业绩都是过去的事 二来始终苹果这类 都是科技类股份 大家很多次看一看之后 例如Focus 之后如何看 你可以说几件事 一来今次没有给到很明确的指引大家 而二来 你见到CFO也只是说 可能刚才也提到 10至12月的收入 其实跟去年都差不多 所以股价股价跌量增百分之五 基本上环比上的一个增幅 其实就不算太强 所以如果你说 本身的增长不是太强 但是苹果来说 一直以来的股值 虽然不是很贵 但是也不是真的很便宜 所以除非你说 继续有一个 可能是一两城楼上的增长 如果不是你只得低单位数 或者中单位数的时间 那变成在握着 可能大概二十多倍的PE 就略嫌大家都觉得有少少 可能高一些 所以自然的盘后来说 有些调整就不出奇 但是我觉得 又未主或触发到一个很大的下跌 因为其实严格来说 又不是说真的很远 这个指引 就是他没有给到一个很高增长的指引大家 而二来 我想始终就算 最终真的好像他这样说 不是增长那么快 但是只是过去都说 就是苹果本身是一个很稳健的公司 就是他跟其他科技股 其实有点不同 其实华尔街那边 你拿苹果和Microsoft 已经不是看你做科技股 其实是一些偏公共股 因为他们现金流很强 就是觉得是一个很稳健的选择 所以就算说真的他没有增长 但是他资金实力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 又不会预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下跌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说说真的 只要凡今次业 或者一个指引来说 可不可以回升回头呢 那就可能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计 可能也继续在这些位置 大概是86到89 这些位置做回上落 苹果就是继续中长线投资的选择 只不过短线来说 就不如要找他 大家留意一下其他大型的科技股 那么港股这方面又怎样看呢 我们先说一说上日港股表现 因为Rafi怎样看过港股的情况 昨天恒指高开180点之后 早段曾经升了357点 高位见过17459点 还想20天线 但就未能够企运 之后升幅逐步收集 全日升到128点 收报17230点 成交额略为回升到711亿 波子升1.6% 38113点 美团亦只跌近1% 小米领展升6% 电车股做好 为小李升超过2%至7% 北水盘路南北水 全日录得9亿4千万的淨流入 连续6个交易日是吸资的 联想集团全日录得2亿2千万的淨流入 石约集团和长城汽车 分别吸资8千万和7千万 淨流出方面 腾讯和公商银行分别走资3亿七千万和1亿6千万 ahora 1930 谈一下港股 这将来都外围的债息的回落 当然是平常说 对港股来说 是不会有預算太高的你要自控制 這次的反彈的上網空間暫時看到多少呢? 如果你是這樣說,科指能否放得過呢? 其實你剛才總結了港湖的看法,其實我是非常同意的 其實過去都說了,你說這些位置是有接駁空間的 下降了很多,無論你算棉內調整幅度 高位計2,2700,到近期最低是1,679,即調位幅度多 以來股值到達8倍領,其實都是一個貼近低位的水平 所以其實從這些角度來講,是有一個直播性的 甚至乎如果你看現在一些環球性的因素 例如香港可能外圍債息,又有回落 變相這個的確對於港股和生育市場來說是有利的 PayPal 只有1,6710,130,130,280,270 你又有這一個軟碟,在由香港用外圍債息,完全是有為 兩步、貼近沒多焦,整理的,哪些空間我走 行,你用我的東西就不要停在通風格國嗎? 對,你用棷子,從小時候才能降了浪足,